Tiwakix Studio 這邊是Tiwakix Studio的Beam for Ribbit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怎麼樣從完全沒有開始的案子 進到Ribbit裡面 我們怎麼開始呢? 其實正常來說我們會開一個新建專案 直接將你的這個檔案開到建築樣板 好,開啟之後大家都會以為你在建模型 其實事實上我們不是要建模型 我們重點其實要讓大家理解 在有資訊的模型上面呢 你必須要先注意一下旁邊這些細節 這些細節其實對你來說 它就是一個瀏覽器 而這個瀏覽器相當重要 那很多人其實開起來是像這樣的狀態 你不會有一個性質 你必須要按下你的右鍵選一下性質 那很多人也有可能 他在開始的時候這個是放在下頭 事實上他能放在右頭會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這個很重要 因為其實整個的這個架構如果沒有搞定 你在建模的時候 或者你在操作的時候會變得相當不方便 因為右邊這個資訊 它有相當多的基本資料可以讓你去看 很快先讓各位看一下 為什麼說這重要 譬如說我們很快進個3D 那我先建幾道牆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看這個建幾道牆 它不是什麼太大問題嗎 比如說我就拉幾個牆上來 OK好,拉完了 那像這樣子的狀態來說 如果你右邊有這個性質 你看這邊有剖面框 你就很快看得到 你就可以輕而易舉的去做變動 然後去看到你要的位置 所以在右邊這個欄位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譬如說你看喔 我們這邊還可以做什麼事 你這個4點高度你可以抓 譬如說換到500 你馬上就調整了 當然這個不太需要調 因為事實上它是可以隨便變動的 因為我們隨便動它就會變動 可是這邊的資訊是相當方便的 好,所以右邊這個性質欄 各位一定要記得打開 那在做這個事情之前呢 我們其實第一個藥物應該會是平面嗎 還是立面 很多人都誤以為是平面 事實上我們很多人都拿來 就直接這樣開始蓋了 我就直接開始蓋一些房子 或者我就是賄賂一些簡單的影片 那有關賄賂這個CAD的狀況來說 我們之前就已經有一個影片的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記得去看一下 這個影片 如何有效率的賄賂CAD檔 你可以快速的把這個CAD的賄賂進去 然後你可以直接怎麼樣做個前置作業 這邊有教,各位可以來看一下 好,那在那個之後呢 我們來看如果你賄賂進去之後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還有什麼 過來就是一面圖 預設的時候它是有高差的 有高度的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做樓層 這個樓層呢 在鍵之前有幾個可能性 你要注意一下 有些人會說 那我應該要先做柱線呢 還是先做樓層高 事實上你先做柱線跟柱層高 有這個CAD差別給大家看一下 假設你先把柱線切割一下 我們先簡單設幾個柱線 這個設一下A 然後抓幾個出來 假設先這樣 那你看這樣做完之後 你再去做立面 像我現在這樣去做立面 我把幾個樓層的抓出來 那你去看 你的三樓四樓 它就有柱線 我們來回溯一下剛剛做的這個事情 回來這個立面 先不要做這個事 好,現在什麼都沒有的狀況之下 我直接還沒有樓層的狀況 我先去做樓層高 假設我先這樣做 這個時候我再做柱線會發生什麼事 你看 這個我們用複製把它接上去 然後我們再把它往上拉動 這一樣設一下你的不同的角度會出現的內容 好,來你看看 其實都一樣會有 也就是說不論你哪個做 先哪個做後都一樣會有 因為舊版的 其實它還有可能就是你樓層沒有先設之前 或是你先設了柱線之後 它的前後時間會變化 事實上現在是全部都有了 那當然這個其實在你的顯示可以去開啟 你可以隱藏 好,所以 回歸到我剛剛說的這個事情 理論上來說 我們在這個 開這個專案之前 要真正建模之前 你第一件事應該要去處理一下你的立面 樓層高大概多少 當然是我樓層高不會都馬上知道 沒關係啊 你不是一定要馬上知道 重點是你有沒有先把樓層搞定 因為你現在等一下劍強的時候 完全靠這個去處理 那有些人他第一次樓層不是這個狀態 他可能會價高二三十公分 沒關係,你價高 你看這邊可以寫 你可以把這個改為 GL 我們把它先往上抬動 這個可以把FL 你可以先用0 括號GL GL 然後這個 再把它設成1 這樣你就會比較方便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這個內容 同時你也可以把這個線 給它拉到你的邊界 讓它對齊 那接下來要建模型的時候方便很多 譬如說你看喔 我從1樓開始建 我建一下基本的這道牆 我們先建一個簡單的弧形牆 那我們做幾個這個造型的事情 假設我先拉幾個這樣的牆 那你看 我剛在車的時候很快 都沒有做任何事情 事實上 你在建模的時候 你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 這邊會有高插 你要選擇到哪個樓層 假設你看我剛建的一個 全部到2樓 現在建一些全部到3樓的 繼續做 給各位參考一下 然後接下來再建幾個到4樓的 比如說我這邊抓另外一個圓形出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3D 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所做的這件事情 就有2樓3樓4樓的變化了 也就是說 你其實如果有把這個事情搞定的話 就會差很多來 我們把這個拉上去 事實上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 我剛有開剖面框嘛 它就被打開了 所以事實上你看到的 你的模型應該像這個樣子的狀態 好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做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你的高層可以變化 那你看我還可以這樣調 直接 旁邊打開的狀態 我可以直接把它調下來 你看譬如說像這道牆 我可以直接把它調下來 它就很方便 那我也可以直接像這樣 我把這個調到4樓 所以 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的基本建制 一定要記得 把這個打開 光這個打開 對你的建模速度 就有相當大的差異了 後來要說下一件事情 就是樓板 你看你的樓板 譬如說我現在 先選擇簡單樓板 那我把這個圓形給蓋起來 那樓板在1樓的狀況之下 你看它現在是設在1樓 1樓 你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這個樓板 它是有好幾層樓的 有樓層的狀況之下 你可以直接這樣 按這個複製 直接把它選到 比如說234 按住你的Ctrl複製 它直接往上走 你看往上走的狀況之下 這一塊我還可以直接調整 譬如說 休止去打邊界 把這個先刪掉 我直接去挑選 我這個最大的邊界 然後我按TR 去把它接在一起 好你看喔 像這樣子 它就直接有一個 上層的狀態 那 同理可證 我把這個按複製 貼上 同一個位置對齊 你還可以做 選取樓層對型 直接倒拉到0 到0 到0的狀況之後 我再回到上面邊界去 操作它 Huntab把它給刪掉 你看 這樣子你的1樓 基本上就已經蓋出來 這些內容 那當然你看它現在 因為它 我們的牆本來是從 1樓開始走 現在是到0 你可以直接把這邊 回到0 就接上去了 好啦 所以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快速 讓各位可以入門 Rivet的一個簡單的開始 那當然 我們還可以快速的 裝點窗啊 你可以這樣 裝一些窗 你可以快速的 裝一些門 譬如說 你哪個地方有門 可以裝一些 你要的位置 那 對於各位在操作 這個軟體上 你可能就會有些 比較前置做 要做的事情 那當然還有一些 重要的觀點 譬如說 像我們這個位置啊 你要記得 輸入你的這個 真正的位置 或者是 你的一些其他設定 你要設定一些 它的專案單位 可以去做一些設定 這都對大家 有基本的認識 那今天就跟各位介紹到這邊 希望各位在 操作這軟體的時候 你在運用它的時候 你可以快速的 輔助到你 在做每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 有想要讓它 做得更詳細 記得 材料設定好 你的 前製作也要 要處理好 這樣你的這個設計的 模型 就會事半功倍 還有一件事情 跟各位再分享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有試一下 很快的網格嗎 來看一下 網格這件事情呢 它就是柱線 假設我在這邊 做了幾道 很簡單的柱線 我跟各位示範一個 相當相當方便的 柱線的做法 而且它是自動產出的 好 那我們 就快速的像這樣子走 這個當然一樣 設一下A 你可以直接這樣 複製它 讓它變動 好 各位看一下 非常非常方便的地方 你看這個柱子 我們直接選擇鋼琴柱 直接它在網格上 你把這個圈圈圈起來 然後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不是說 色樓層的高度很重要嗎 你現在 先建立好這個 完成 來看一下3D 好 注意看它現在是往下走的 因為你基本上 在設計這個時候 你當時在設定的東西很重要 但你看喔 我們再做一次 在這個結構上面 你選擇這個柱 你在選擇往格上 在做這個事情之前 你自己看 它這裡有一個深度跟高度要設 這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你譬如把它抓到4樓 再往格上圈圈圈起來 按確定 馬上 你的這個柱子就長出來了 這感覺還不明確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隔離品類 把這些東西變成 穩定土柱 馬上你可以看到 這個落差 自然而然就長出來了 而且你可以去做單一個調整 譬如說這個你要到2樓 這個 或者是這一排 我全都到2樓 直接調整 好 提供給大家參考 這對大家應該相當有方便的一個 應用的機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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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